各位,倫敦在十四個鐘頭之內發生三次汽車炸彈爆炸 其中兩次在當地時間昨晚近午夜的時分 差不多同一時間發生 兩次的爆炸都沒有人受傷 今天在昨天較早的時候 倫敦市中心的強力汽車炸彈爆炸 就造成一死四十四傷 這個就是共和軍的汽車炸彈 一隊電視台攝影隊 在爆炸之前趕得撤影到這輛載著一吨炸藥的垃圾車 那裡電視攝影隊在爆炸的時候 還在現場拍到玻璃碎片橫飛 爆炸的威力很大 垃圾車附近的建築物乘坐震動 窗門的玻璃幾乎是全部炸爛了 現場沒有景點的地方是輔助醫療隊辦公室 一隊攝影隊示發的時候剛好在這裡拍攝 由於這次的爆炸威力很大 來現場幾公里的地方也是感到震動 爆炸之後龍煙衝上幾十公尺上空 當地的電視台形容爆炸 是令人聯想到二次大戰期間 納粹德軍軍炸倫敦的情況 在爆炸之後 現場地面炸開了一個大洞 倫敦第二高的國民西文子銀行大廈 以及香港匯豐銀行大廈 都是受到損毀 由於共和軍在爆炸之前 四十分鐘打電話給警方說有炸彈 當局已經疏散大批上班的人 不過爆炸仍然是造成一死四十四箱 傷者大部分都是被玻璃碎片割傷的 情況不算嚴重 警方恐慌附近還有炸彈繼續是疏散在現場附近的人 這次爆炸跟倫敦金融區去年四月三死八十箱的汽車炸彈爆炸 手法都很相似 估計這次爆炸造成的損失高達十億英鎊 而在這次大爆炸之後十四個鐘頭 大約是倫敦午夜的時分 兩批愛爾蘭槍手挾持兩架的士在車上放炸彈 分別是叫司機車去首相府和蘇格蘭牆總部 但是槍手分別在倫敦北部和中心區一個地鐵站下車 而兩個司機下車之後炸彈就爆炸 今天在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爾東的富克斯敦 最近亦發生了汽車炸彈爆炸一架停在田邊的汽車爆炸起火 警方趕到現場後在汽車旁邊發現一具男子屍體 現時仍然知道是甚麼人做的 俄羅斯今天舉行全民投票以解決行政和立法機構 半年來的權力鬥爭和決定國家的政治前途 預料本港時間明早早會有初步結果 問醫調查顯示大約有七成多的選民會參加投票 而總統葉利欣亦都可以贏到信任票 俄羅斯各地的投票站由朝早陸續開放 被1億600多萬選民投票 葉利欣和他的太太亦都在大批隨緣陪同下去投票 在最先開放的遠東堪察加半島 有七成選民說支持葉利欣 而葉利欣在投票前夕去莫斯科東南面 貪望阿富汗戰爭退伍軍人展開最後拉票活動 他又發表電視講話 形容今次投票是以和平方法 去解決他和保守派議會之間的權力危機 葉利欣多次暗示可能會採取特別措施 加快通過新憲法加強總統權力 和兩院製議會去取代現在的人大會議 而葉利欣的政敵 醫長卡斯布拉托夫 似乎知道情況對他很不利 他接受訪問時 說這次投票出現舞弊 又警告葉利欣 不好而無力去實施緊急統治 這次全民投票會提出四個問題 包括是否信任總統和他推行的經濟改革 現在是否支持提早舉行總統選舉和人大選舉 葉利欣希望選民對其中三個問題投贊成票 就反對提早選總統 雖然不少選民對投票莫不關心 但預料葉利欣可以順利過關 是一向支持葉利欣的煤礦區富巴斯 支持和反對葉利欣的海報都被人撕走 一些工人就不滿葉利欣的休克療法 未能改善經濟 說會投反對票 另外亦有選民認為這次投票並不可以解決 國家的政治危機 而在俄羅斯舉行全民投票期間 西伯利亞南部城市依附慈黑一個投票站 發生暴力事件 有一個票站官員喪生 當局懷疑他被人謀殺 已經展開調查 中英會談英方代表駐華大使密約斌說 中英在星期三召開第二輪會議是好現象 而以顧問專家身份追逆談判的港府官員 下週啟程犯港 為下一輪的談判做準備 他們會向行政局和港督 匯報今次會談的進展 譚惟宜在北京報道 中英會談的英方代表英國駐華大使密約斌 招了離開官底前回答記者問題時表示 參加會談的其他英方成員 今天回到香港之後 是會為28日開始的第二輪的中英會談做好準備 麥斌不肯說雙方可以這麼快重開會談 是否因為中方已經意識到 立法局很快就會休會 他表示雙方能夠同意盡快重開會談是一件好事 我了解 交易署將會在五月初 陪同中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前期深 出訪西歐多個國家 大概一個星期之後再回中國 中方消息說 首輪會談的氣氛良好 由於雙方都有共同的願望 希望盡快解決問題 所以決定在江恩署出國之前 早開第二輪的會談 希望是要盡快討論到有關選舉的實際問題 不過雙方就沒有商定 是否在江恩署回國之後再開第三輪的會談 另外參加會談的其他英方的成員 包括港府憲制事務司司祖祥 副憲制事務司黎慶寧 政治顧問歐威廉等人 中午就坐飛機回香港 司祖祥離開酒店前對記者說 他同意默奕賓所說的 雙方可以在短期內重開會談是好事 司祖祥說 很快他們又會再回來北京 參加第二輪的會談 我們完成了三天的談判 我們現在回香港向總督和行政局報告 然後我們星期二下午再回來 我們星期三星期四下星期三星期四 再次第二輪的談判 亞洲電視記者譚惠儀在北京報道 不同黨派的立法局議員都認為 中英雙方在結束第一輪談判之後 今快就有第二輪談判 是顯示會談氣氛良好 議員都對談判的前景表示樂觀 自由黨籌委主席李鵬飛說 不擔心中英星期三召開的第二輪談判 只是只有兩天會不夠時間 雙方定了兩天一定有它的原因 我們也不需要去喘7點解 我就認為第二輪談判這麼快就開始 證明它雙方是有事情談的 他認為在第二輪談判結束之後 中英雙方應該向港人透露會談 有些什麼原則性的進展 不應該好像第一輪談判完了 連雙方談了什麼都不知道 而立法局議員黃宏發 就希望談判快些談到實質的問題 希望在談完這些程序問題之後 立刻很快就可以談那些實質問題 會點的迪志遠就認為 今次會談的透明度這麼低 會加深本港市民的憂慮 而立法局議員在整個談判過程 沒有參與權對立法局議員很不公平 又破壞了相關的協議 或者令到那個問題也複雜化了 但如果要我們又要放棄我們的民主原則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痛苦 港同盟的張文光也都認為 會談的透明度太低 令人很難估計 目前雙方的分歧究竟是什麼 也都是使市民擔心 中英兩國會有秘密協議 而立法局最後可能會成為橡皮圖章 但立法局裡面是有一定的政團 是將中英的銜接當作最重要的事 我相信在政府的影響之下 即使這個結論即未來九五年的民主方案 是不符合香港人的願望 它都可以有條件在立法局通過 而令到立法局接近成為一個橡皮圖章 亞洲電視記者馮少寧報導 一艘由香港開出去的廣東太平的雙體船 超造型青衣對開海面 擋一艘本港漁船相撞 雙體船上七個乘客受傷 海事處正在調查出事的原因 賀杰山報導 在撞船意外之後 隻雙體船由出事現場 駛回去尖沙水中港碼頭 隻船的船頭撞到出一個很大的缺口 而船頭的左邊也都拆花了 船公司時候已經安排那些沒有受傷的乘客 坐第二班船繼續行程 只同隻雙體船相撞的漁船 就沒有人受傷 事後也都已經拖去西區檢疫站 作了一部調查 撞船意外發生在早上九點多 隻雙體船大約載住一百個乘客 在駛隊青衣南面對開海面的時候 和一艘本港漁船相撞 船上的乘客很多都拋離座位受了傷 傷者包括六男一女全部送去醫院 傷者當中包括三個外籍人士 而這位原女士和她八十歲的爸爸 就在撞船意外中受傷 她說事發的時候感覺到船身被猛烈碰撞 而船長在時候就向他們說 無大引致傷臟 海市署已經展開調查了解事件的起因 亞洲電視記者學傑山報導 警員下午在觀塘 折查三個懷疑非法入境者時 在其中一個人身上 找到一支起步槍和七發子彈 三個被捕的青年分別是十七和十八歲 報稱分別來自湖南、廣州和漿州 剛剛坐火車到了香港 下午4點9 一隊東九龍衝鋒隊隊員 在觀塘偉業街附近 發現三個男人刑跡可疑 於是上前擠查 並且在其中一個人身上 搜到一支改裝的起步槍 槍裏面有兩發子彈 而她身上另外還有五發子彈 於是將三個人拘捕 青衣島幾個公共屋村 最近經常有青少年藉口售買藥油 而向居民殺罪金錢 居民希望防屋處改善屋村裏面的保安設施 劉協君報答 藍先生住在青衣長亨村 亨翠樓一個單位 她日前就有這樣的遭遇 一打開門她就叫你買一支藥油 三十元 當時我們說十元 她就說 開始態度不好 她說十年前也十元 將來月餅更貴 讓我們覺得她這樣說 有些威嚇性 青衣關處組區議員歐長華 在早上的記者會上話 他們最近收到三十宗居民的投訴 甚至經常有一些青年 欠五成群 將原價十元的藥油 縮價三十元至五十元賣給居民 買之後 她一打開門 關門之後 她們高呼當於2001不買 1001不買 所以居民聽見她們這樣閘 她們是相當害怕的 另外一些拒絕購買的居民 他們後來發現 家裡的鐵閘掛的報章又被燒爛了 懷疑是有人放火 令他們很擔心 而長亨村、長康村、長青村這幾條村 平均每個月都有四宗這些報告 但警方就向青衣關注組表示 很難對這些不法青年作出檢控 不過就會加強巡落 居民又建議防委會 應該盡早為公屋樓宇加設大閘 改善保安措施 亞洲電視記者劉曉軍報導 政府計劃在今年中 將本港西部海港水域 達入水質管制範圍 但沒有包括荃灣 部分工業污染情況嚴重的水域 一些地區人士 不滿當局改善水質的步伐太慢 在區內發起簽名運動 還打算向行政局請願 盧國雲報導 這裏是荃灣海濱花園 和荃灣碼頭之間的海邊 荃灣不少工廠區的污水 都是經這裏排出海的 雖然家附近有海景欣賞 但居民對於環境就不滿意 火水味電油味 甚麼都有 蝦渠水 我想可能有化學品也有關係 有一邊就紫色一半就綠色 聞到太辛苦 就覺得很不舒服 政府在今年中 會將港海西部的緩沖區水域 官員解釋說 是由於人手不足 所以最快要到95年 才可以將這帶的水域 納入水質管制範圍 他們對於這個解釋很不滿意 地區人士 早上在區內發起簽名運動 希望將收集到的簽名 在星期二 抵加水域行政局議員 要求政府盡快將整個荃灣區 都納入水質管制區 改善附近的環境 亞洲電視記者盧國倫報道 稍後回來回報道 有人發起運動 將這座建築物 給外籍固融做康樂牆索 以及非洲人國民大會領袖 談保病勢 繼續的新聞時間 南斯拉夫通信社說 波斯利亞塞爾維亞人領袖卡拉迪奇 和塞爾維亞總統米洛索維奇 會晤之後 可能有條件接受波斯利亞國際和平計劃 使得南斯拉夫通信社說 波斯利亞的和平 仍然有一線的新機革 較早的時候 卡拉迪奇曾經表示 拒絕聯合國支持的 波斯利亞和平接觸方案 而國際調停人歐盟 指責卡拉迪奇 將所有塞爾維亞人帶向著景 國際調停人歐共體特事歐盟 昨天在貝爾格萊德和卡拉迪奇會談 希望他能夠接受波斯利亞 折衷的和平計劃 歐盟說 希望明智的人作出明智的抉擇 而和平計劃的關鍵 就是怎樣劃分塞爾維亞人 和回教徒的領土問題 塞爾維亞人堅持的計劃 就是他們的領土要連接塞爾維亞 而聯合國的計劃 就是把波斯利亞劃分成10個自治省 部分塞爾維亞人的勢力範圍 和塞爾維亞共和國隔開 由於是受到塞爾維亞人的反對 歐盟於是提出一個鐵衝的計劃 就是提供兩條受保護的空中走廊 不過在會議上 卡拉迪奇仍然是反對這個計劃 他在會議後向記者說 塞爾維亞人和波斯利亞回教徒有勢 根本不可能生活在一起 對於卡拉迪奇這種強硬的態度 波斯利亞總統伊札貝哥維奇 在薩拉爾窩和聯合國安理會 六人調查團舉行90分鐘會談之後 如果國際和平計劃失敗的話 聯合國就應該用武力對付塞爾維亞 並且解除對波斯利亞回教徒政府的武器禁運 而調查團團長委內瑞拉駐聯合國大使阿利亞就說 會將實際的情況報告給安理會 另一方面由於塞爾維亞人拒絕最後的和平計劃 在丹麥米澤爾法特召開的歐共體外長會議 就警告說不排除用武力停止波斯利亞內戰 而美英法三個國家也都會在下個星期 談是否使用武力干預 波斯利亞總統伊札貝哥維奇 和波斯利亞的克羅地亞人領袖駁班 在和平特使歐盟或船後 同意在波斯利亞中部停火 不過協議生效之後 波斯利亞中部地區仍然有零星戰鬥 另外當地一批低屬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英軍 就受到相信是克羅地亞人的攻擊 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 現在仍然在波斯利亞中部 匯交圖村莊 維泰茲周圍搜查 華爾克羅地亞人 在此進行種族清洗的證據 在一條叫做阿希利奇的匯交圖村莊 一座清真置備位 而村內沒有一所完整的建築物 而在另一條村莊 賈米利克 聯合國的英軍維持和平部隊 就受到相信是克羅地亞人的槍擊 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開火還擊 後來和平部隊指揮官 看到一個克羅地亞士兵 他警告說 雖然他不知道誰要對槍擊事件負責 不過維持和平部隊一定會自衛還擊 而維持和平部隊搜查期間 除了發現回教徒被殺之外 亦都發現一些克羅地亞人屍體 美國奧克拉河馬州的塔爾薩市 受到龍捲風吹襲 造成最少10人死亡 50人受傷 幾十間房屋倒塌 所以白的居民無價何歸 龍捲風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 吹襲塔爾薩市 據目擊者說 龍捲風曾經停留了幾分鐘 所以造成嚴重的破壞 幾十間房屋被強風吹襲